G interesante TEMP TO CH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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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Steven 今天想和各位分享一款國外的遊戲 叫做G戰2 原文是Guildurge 2 基站2是由Arenanet團隊所開發的 在這個之前 Arenanet也曾經製作過基站 可能有很多人聽過這款遊戲 因為它也曾經在台灣有帶領過 Arenanet的製作理念和現在許多知名的線上遊戲 有很大的不同 他們希望玩家可以輕鬆的接受線上RPG遊戲 同時建立友善的社群 這也是為什麼他們有許多的機制 顛覆了我們對於以往RPG遊戲的影響 目前基站2在國外算是非常的熱門 即使還沒有正式的上限 就已經獲得許多知名網頁的獎項 更在MMORPG.com當中排名第一 最受到重環家的注目 那現在來讓我們看一下 為什麼這款遊戲這麼的受到歡迎 732延續一代的收費方式 採用一次買斷 除非有出新的資料片才需要再次購買 這樣一來就不要花費更多的錢 去買點卡或是月卡 也不會有壓力 感覺沒有上限就要虧錢了 遊戲中雖然有商城 但是只販售一些服飾或者是裝飾品 並不會賣那些會破壞遊戲平衡的道具 而RenaNet會採取這樣的收費方式 也是要打破品質遊戲必需收費的傳統觀念 同時讓玩家玩得輕鬆 隨時可以休息一段時間 做一些其他事情或是玩一些其他遊戲 再回到基站2來玩 有基站一代就可以看出他們的成功 讓基站一代即使經過了71年 還是在MMORPG.com當中排名前五 一個遊戲的細緻程度非常重要 一個豐富的場景 無論是樹木、河流、甚至是鳥叫蟲鳴 都能夠讓我們更投入這個遊戲 真正感覺到身歷其境 當我看到基站2的影片時候也非常的驚艷 你可以看到遊戲中的場景 真的就像概念圖那樣氣質 在玩家周圍的風吹草動都栩栩如生 而RenaNet也曾經說過 他們對待環境場景 就像對待角色一樣認真 他們希望可以創造出能讓玩家融入的世界 讓玩家願意到世界的各個角落去探險 去發現不同的風景 基戰2和一代一樣放了很多的重點在PPP上 甚至強力往eSport發展 也就是鏈鏡 所以說他的戰鬥方式要非常的特別才行 玩家在戰鬥中的自由度非常大 可以自由躲開或使用盾牌、技能來格擋敵人的攻擊 同時活動也很靈活 可以真正享受在戰場上的快速 職業和職業間也有加成的效果 當元素死在地上放一道火牆 弓箭手可以從他的後方 射一排箭 穿過這個火牆 然後弓箭就會著火 打到敵人身上的時候 就會產生爆炸 甚至會讓敵人著火 不僅ArenaNet表示 他們在每一個職業的技能上 都加了許多的斷點 這樣玩家就可以在放技能的時候 很快的切換到另外一個技能 如此就增加了戰鬥的豐富性 更讓操作更流暢 一般的線上遊戲 尤其是練等型的 讓玩家等級越高 所需的經驗值和時間就要越多 可是G2不太一樣 它讓每一個等級間所需的時間都差不多 這樣玩家就不會一直在花時間 充等、練功 ArenaNet相信遊戲好玩的點 在於充分的體驗遊戲本身 而不是不斷的在那邊碾壓內容 或者是充等、充裝備 所以他們希望從一等開始 你接觸的就是遊戲的主要內容 然後以穩定的速度升等 逐漸獲得更多的技能、裝備 這樣才可以充分的體驗遊戲的內容 以前當我們有朋友加入遊戲的時候 往往會發生老手帶著新手 然後去高等地區吸經驗 吸個老半天後讓你的朋友等級可以追上你一點 或是幫他去低等地方打怪 等他練上來到你的等級之後 才可以一起玩 可是現在G2會介紹一個新的機制 那就是等級調整 當你和你的朋友組隊的時候 高等的那一個玩家可以把低等的 把他的等級調上來 跟高等的一樣 這樣就可以一起進行遊戲 如果高等的玩家回到低等地區去 那他就會被自動呢 降到低等的強度 這樣就可以避免 那個高等的玩家 一發就把王給秒殺掉了 完全都沒辦法體驗到低等的遊戲劇情 如果有人呢 一起玩的時候 例如十個人、二十個人 一些事件或是王的難度呢 還有他的技能就會增加 讓玩家不會一下子就把事情 或者是這個王 轟一下 就把它碾壓過去 這樣一來一些野外的事件 才不會因為太多人參加 感覺玩不到什麼東西 World vs World vs World 指的是世界對抗世界 對抗世界 對抗世界 實際上就是三個伺服器 相對抗的大型團體對戰 場地是在四個疾風部的一同進行 裡面的目標包括了採集資源 護送資源 佔據村莊 佔據城堡 等不同規模的內容同時進行 如果你有一兩個朋友一起玩 可以考慮護送NPC的資源到前線 如果有多一點的朋友的話 就可以考慮去搶一個小村莊來當據點 如果是一整個工會進去的話 你甚至可以挑戰其他伺服器的城堡 但是對方也是會全力的反擊喔 這樣的大型戰場 將會持續兩個禮拜 最後依照總分來排出勝負 而每一個伺服器 都會和差不多排名的伺服器放在一起打 這樣就可以避免強弱差距過大 想想看 三個伺服器一起對打 總人數可以達到2000人喔 到時候的戰場上一定非常的火熱 戰況空前 現在有很多的線上遊戲 其實都不能游泳 就算是可以 也沒有太多的內容是在水中的 機場2的地圖有很多是在水底下 甚至有很多的事件都是水中特有的 玩家必須潛到水底才可以發現 而REANET鼓勵玩家多多去探險 因此除了地上的風景 水底也有豐富的場景 例如水裡的秘密洞穴 特有的怪物和事件 還有古代城市的遺跡喔 為了讓玩家 可以充分的體驗水底下的世界 而REANET移除了水中的呼吸條 這樣子就不用擔心時間到 馬上就要浮回水面上呼吸 同時 技能在水底下會有新的特效 還有音效 增加了真實性還有樂趣 鐵三角的意思就是肉盾、治療和輸出 或是魔獸世界中的術語彈補DPS 在機場2當中鐵三角完全被移除了 取而代之的是輔助、控場和進攻 而所有的職業都可以同時兼任這三種角色 這項新的機制之所以可以成功 是因為有動態的戰鬥方式擺脫了以往 彈和打的死滿模式 這樣一來就不會受到固定的天賦系統 或者是職業能力的限制 讓戰鬥更加的複雜 組隊的時候也不用花費老半天的時間 去等待某些特殊的職業或是天賦 因為大家都可以做得到進攻、輔助和控場 一個線上RPG遊戲如果沒有個人的故事劇情會顯得很單調 因為你做的每一個任務打過的每一隻網都有人做過 當你重新練分身的時候 就會發現好多的任務其實你都已經重複做了好幾次了 所以機場2提出了個人故事 從角色製作開始就會讓你選擇自己的個性和身份 這些都會開啟不同的個人故事 而故事中你所做的每一個抉擇都會影響故事後續的發展 你可以邀請你的朋友一起來體驗你的劇情 也可以體驗他的劇情 看看不同的選擇會發展出怎麼樣的故事 而在你的種族的主成當中有一個小區域 是屬於你自己的區域 故事劇情的變化會讓這個區域越來越多 當然你也可以和朋友互相的參觀 動態事件是機場2的PVE重頭戲 曾經有許多遊戲嘗試過類似的題目 但和機場2比起來根本是小物見大物 例如戰水的公共任務和裂痕的元素未免 在機場2裡頭沒有任何的任務 全是由動態事件一手撐起 這樣的好處是讓世界感覺更活 不像以前都是一成不變的任務 做了幾千遍還是在殺相同的怪 所謂的動態事件就是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大小事件 他們的起源不一定是固定的 有些可能是某些玩家失去了一些東西的處方 或者是下大雪之類的天氣的因素而造成的 而且無論有沒有玩家參與 這個事件都會發生 所以有時候如果你在一個小村莊和朋友聊天 很可能突然來了一群海盜 這時候你就要決定逃跑 還是幫助村民擊敗海盜 如果你選擇逃跑 小村莊很可能就被海盜佔領 甚至變成他們的據點 之後海盜就會從這裡開始向外侵襲 知道遍及整張地圖 而且會和其他的動態事件互動 一些大型的動態事件比較稀有 他們像是島王的活動 在demo中有超過百位玩家一起參與喔 完成動態事件之後 你會獲得一些獎章 然後可以和NPC兌換獎勵 這個遊戲在發行的時候 將會有超過1500種的事件 在這之後 ArenaNet會有專屬的團隊來製作新的事件 不斷地加到遊戲當中 讓玩家來體驗 好 以上就是我認為 《機戰2》最大的10點特色 當然這款遊戲的特色都倒數不完 有機會的話 我會再製作新的影片 來介紹更細部的特點 根據ArenaNet的文章指出 今年2月份會開放媒體進入測試 3、4月份就會開放大眾玩家申請來進入測試 所以請各位多多注意官方的訊息喔 如果有興趣了解更多的朋友 可以到巴哈姆特查詢《機戰2》 哈拉板上有許多巴有幫忙翻譯的文章 或者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會盡我所能的回答 OK 那就這樣囉 感謝各位的觀賞 我是Steven 祝大家新年快樂 對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